我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富裕 何幸福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从小腾到大的妹妹何幸运 在向她借钱回家创业的时候 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何幸运开着汽车 穿着高档服装 背着奢侈品包包 说着自己手里没有钱借姐姐 甚至嘲笑姐姐在此时 从方圆律所辞职的不理智 选择回万家庄开客栈是多么的愚蠢 与何幸运态度截然相反的是 幸福的小姑子王秀玉 她是家里第一个支持幸福开客栈想法的人 并且把自己多年所有积蓄 都投到了嫂子的客栈中 相比于何幸运的冷血和无情 王秀玉对嫂子是真的信任和敬佩 真正的当成了一家人 剧情更新到现在 何幸运和王庆志是剧中最自私的两个角色 根据剧情来分析一下两人的处境和心态 何幸运发了财 忘了本 何幸福为何会嫁给王庆来 其实何幸运有直接的责任 幸福的成绩一直很好 在她家的墙上贴了很多幸福学习时期获得的奖状 因为父亲早逝 家里穷 两个孩子只能有一个继续学习 所以幸福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妹妹 上完初中就辍学在家帮工 给妹妹幸运赚学费供她上学 直到把妹妹供到大学毕业 家里没有负担 幸福才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 此时的她在农村已然被归为大龄圣女 幸好长相甜美 坐视玛丽 在相亲时 王庆来对幸福一见钟情 两人结缘 在幸福的人生规划中 能找一个踏实可靠无不良嗜好的男人 就算是美满幸福的 就这样和幸福和王庆来结为连理 和幸福对和幸运付出很多 甚至为了幸运不惜和万家庄领头人万善堂反目 但是和幸运身上发生的几件事 就可以看出她本性 第一和幸运在姐姐婚礼上被昏闹 回到家中自暴自弃 当幸福去看望她的时候 她和姐姐抱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 她说自己不管在学校如何努力 成绩多么优秀 仍然在毕业的时候 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自己没有人脉 没有背景 她在抱怨命运不公的时候 何尝想过她能去城里读书的机会 都是姐姐让给她的 幸福都没有抱怨 积极乐观生活的时候 她就开始抱怨家里穷了 第二 为了前途 接受万传家赔偿 和幸福认为 昏闹是自己的奇耻大辱 当她把屈辱讲给关涛听时 关涛告诉她不要懦弱 要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权益 当两人决定要把万传家告上法庭时 和幸福却被说动改变了想法 她接受了万传家赔偿的十万块钱 还借此事得到了万家庄和道义律所的业务 赚得盆满钵满 从一个实习律师直接达到人生巅峰 关涛看不起幸运这样的人 幸福说如果是她 一定不会做这个和解的选择 和幸运把自己的尊严换成了钱 难怪后来万传家用下一年的续约 要挟她帮忙陪酒 也料定她会同意 第三 帮万传美和王秀玉和解 万传美顶替王秀玉去上大学 王秀玉因为没能考上大学 心中痛苦了十余年 当发现自己上学的名额 是传美顶替以后 更是伤心欲绝甚至拿着菜刀要找万传家算账 王家人虽然对秀玉被顶替上大学的事情非常难过 但是面对万家家大业大 并且已经过去十年之久 很难再把名额给秀玉要回来 于是想和万家私了 如果接受私了 王秀玉这辈子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上大学 考会计 幸福发誓要给秀玉讨回公道 何幸运作为万家集团的法律顾问 不分是非对错 用亲情绑架幸福 让他说服秀玉接受调解 何幸福打了幸运一巴掌 也一巴掌也打断了姐妹之间的情分 幸福不敢相信自己从小宝贝大的妹妹 居然有这样的三观 何幸运自私又自利 自己有了能力以后 没有给幸福一点帮助 幸福让他帮姐夫找工作 他嫌姐夫没能力 幸福管他借钱开客栈 他嫌姐姐没远见 说关涛太清高 又怕自己被人看不去 最终连万传家都能对他为所欲为 害人害己 王庆志成领导秘书 却想和家人脱离关系 王庆志是王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年纪轻轻的就成了是领导秘书 也成了许处长的成龙快婿 亚妮爸爸评价庆志 前途无量 王庆志作为一个有文化又能力的人 其实仍然是家里不折不扣的吸血虫 首先为了给他买房 家里拿出35万积蓄 有了自己的房子 为了亚妮不生气 庆志不敢让哥哥嫂嫂住在家中 虽然庆来和幸福主动搬出新房 但是庆志的做法和说辞 也是希望父母和哥哥嫂嫂 不要打扰他和亚妮的生活 这时候他不想想家里人为了给他买房 一家人把积蓄全拿了出来 这里包括庆来多年种地的钱 还有嫂子嫁妆三万块 他欣然接受了全家的资助 在庆来说弟弟生活不错的时候 庆志却说的是我过得也挺苦的 总是吃泡面 幸福开客栈赚钱了 婆婆又和庆来商量 让他们出钱帮助庆志结婚 庆志和亚妮门不当互不对 他的家庭条件就这样 亚妮也是能够体谅的 现在让幸福他们出钱帮助庆志结婚 无疑就把幸福和庆来当成了伏地魔 庆来进一次成 也看清了庆志的嘴脸 所以这次为了幸福和自己的小家 果断拒绝了 在庆志眼中 王家哥妹就是自己的穷亲戚 庆志对亚妮一家万分尊重 因为他们有钱有权 逼自己的哥哥去忍让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家人是低人一等的 其次如果这件事还看不清王庆志的本质 在王秀玉高考被顶替这件事上 他真面目将会彻底曝光 如果王庆志要帮王秀玉出头 根本不需要作为嫂子的幸福来帮忙 所以王庆志和王家人的态度一样 他认为秀玉最好私了 自己明明是受到高等教育获利的人 最后却因为怕给家里沾惹麻烦 劝妹妹忍气吞声 即使是一个陌生人 一个有权力有能力的人 看到这样的不平视都应该出头 却只因为是自己的妹妹 怕对自己的仕途产生影响 就不管不问 王庆志升官以后 在造型方面也改变了很多 从他烫的头就看出举里举气的 一点也没有当初刚进城时的朴实进 现在的他知道分析利弊 也不分对错了 在为了升官的路上和家人越走越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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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将冲运